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步步发展构建为一个超级商业帝国 因为马云成功地把他的事业和梦想卖给了所有人 包括他自己 马云是一个伟大的seals 什么是销售 你把一个东西卖给另外一个人的过程是销售 你把一个东西卖给自己的过程也是销售 你每天和小伙伴吃饭 你想吃鱼 他们想吃虾 你说服他们吃鱼的过程是销售 你把他们说服了 就是你把他们给销售了 他们把你说服了 那么你被人家给销售了 同样你喜欢一个女孩子 你想追求她 那么谈恋爱这个过程是销售 你追到了 说明你成功地把自己卖给了这个女孩 销售是一个职业 也是一项能力 更是一种思维 我们每天都在销售和被销售 销售已经成为一种意识 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甚至已经融入到我们的DNA 指明我们的身体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总会不自觉地给人下套 也不知不觉地被人下套 这就是我理解的销售 我叫李立衡 十年阿里人 我是阿里中共铁军议员 也是前阿里军校校长 我把我在阿里88的职业生涯归纳为 八年抗战 两年教育 前面八年都在阿里销售一线 从一线销售到销售管理 后面两年专业做教练 从销售培训到人才教育 作为阿里中共铁军总教头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折磨人 所以我的口号就是 竖着进来 横着出去 我们折磨过上万名销售 为阿里前线输送过 数千名优秀阿里铁军将士 也是因为训练中共铁军 所以大家喜欢乔王校长 而我的人生 也和阿里巴巴的命运一样 因为销售而改变 在我做销售的那段时期 我不仅收获了知识 经验 包括一些物质上 更收获了我的爱情和家庭 其实我和我的夫人 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 我们从相识相知到相爱 直到后来组建了 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家庭 是我追的他 这一点我承认 确切的说 是我成功的把我自己销售给了他 我是严格按照公司当时 教我的那套销售思路和行动法则 对他展开的攻击 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一个月拿下 所以围绕这个目标 我就分了四个步骤 分别是挖需求 抛产品 解问题 提成交 我呢是先用一周的时间 找了各种借口和机会 来挖掘他的一些需求和痛点 他是一周回家一次 当时呢交通工具也不是像现在这么发达 只能坐那个火车 一坐就要坐好几个小时 他呢也跟我说 每次他回家的时候都很无聊 我一听 哎呀这个机会来了 然后我就用短信啊 陪他在火车上聊了一路 包括他到家以后 晚上也跟他聊 我记得是聊了将近一个通宵 其实那一晚啊 我是把我一个暖男的这个形象 有效的植入到了他的这个心智当中去了 那后面呢 我就开始给他介绍我自己 这个过程啊 也就是说炮产品了 我把我自己讲的很清楚 从这个机事开始啊 到读书啊 到后来怎么来的案例 整个过程 全部交给他听 但是记住啊 那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毕竟大家平时都变忙 所以说客户跟进和维护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当时 我是每天早上给他morning call 中午呢也是给他这个问候 每天晚上到晚安 然后一天不落 每天转时转点 这个呢 其实很有效啊 就是让他成为一种习惯 比如说你发的时间长了 突然间一到了这个点啊 他就觉得你短信快来了 他会有个期待 那重点来了 到了这一步 很多人就卡住了啊 就不好意思说出那三个字 传说中的那三个字 那其实我也是啊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啊 我拉着他的手啊 真心的对他说 我想和你谈恋爱 结果他会给我回来一句 我们不是已经在谈了吗 也是因为这个啊 就是他承认啊 就是我的销售能力比较强 也是因为这个 因为我们都是做销售的 婚后呢 我们就约法三章 生活中啊 不能使用销售技巧 包括聊天啊 吵架 都不能用销售技巧 朋友们啊 这个你要知道啊 就是对一个天生 我们这种做销售的人来说啊 这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我只能说 在这里啊 偷偷跟大家讲 我也希望不要被他听到 说到这个呢 我还真要感谢这个阿里 感谢这个销售 教会了我这门手艺啊 最初做销售的时候 什么都不懂 为了活下来呢 为了赚钱 只能拼命的办访客户 和学习各种销售技巧 那个时候 对销售的理解 就是销售技能就是王道 做的时间久了 签的单也多了 慢慢发现销售技能 不是销售的一切 更不能通杀 它只是销售的辅助工具 是否了解客户的需求和痛点 能够根据痛点设计出 适合客户的方案 比单纯的技巧和产品的推销 更有效 于是从产品销售 往顾问时的销售转变 再过几年又发现 销售是一个简单事情 重复做的事 如果没有良好的心态 也是无法坚持和持久的 那个时候呢 我开始刻意的去练习心智 也就是我们说的销售心智 让自己的内心坚定而于强大 销售是一个既可以当兵作战 又可以团队协作的事 后来我也从当兵作战 到了带兵作战 做销售管理的时候 最大的感悟就是 如何将一群陌生人 有效的能够组织在一起 围绕一个目标 按照统一的行为去执行 其实啊 这个也是管理中最难的部分 我当时面临的问题 就是如何把几千几万人 变成一个人 所以那个时候我开始思考 什么是销售 我开始对销售产生极大的好奇心 所以呢 我开始研究 从现场几千名销售身上 寻找答案 找出公信 最后我发现 没有什么公信科研 销售是以人驱动的 人是最大的变量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 寻找出优秀销售的一些特质 并且形成可复制的方法论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有收获 最大的惊喜 莫过于我感悟到了销售的真谛 销售其实是一种思维 以前我们总试图去强加给一个人某种知识 让其变成一种能力 比如说我们会让学生去练习产品和知识 销售画术 各种画术 各种技巧 在此之前我们也会用各种方法去证明 这套方法论的这个效果 让cls去相信 并且是坚信不疑的去执行 然后再反复练习和使用 其实这种机械式的训练也很有效果 也的确是可以让一个原本不懂销售的人 很快就会懂销售 可以把一只羊变成一头狼 那问题是无法成为狮子 直到我们发现另外一个新大陆 我们开始着重对于一个人的心智的训练和意识影响 让他们拥有效果思维 通过行为练习 再让这种思维成为习惯 我们发现 这不仅可以把羊变成狼 更可以变成一头雄狮 成为真正的top sales 事实上我们也做到了 我们运用这套训练体系 成功的为阿里中共铁军培养了无数的top sales 和优秀的管理干部 比如说前淘宝的掌门人陆兆喜 包括今天外部很多优秀的互联网创业者 也都来自于中共体系 也都接受来自黄埔军校的系统化的培训和教育 那大家比较熟悉的 你像滴滴的创始人称为 包括王刚 美团的这个阿甘 点评的刘广瑜 感激的CEO陈国环等 阿里巴巴是极其注重人才培养的 我们干销售是认真的 我们干培训同样也是极其认真的 所以呢 百年大届的训练也是极其严格和残酷的 我们拥有一套独特的人才成长和培训体系 我们称之为ASK 销售成长体系 我们会用30天的时间来对一个人的心智 知识和行为结构进行重塑 这个培训呢其实是一个完全封闭式的训练 远比我们上学的时候残酷百倍啊 期间会穿插各种理论和实战的演练和考试 考试也是有非常多的形式 比如说笔试口试 包括情景测试等等 每次考试都要进行271的末位淘汰 那可以说能够顺利完成第一页 拿到毕业征书 奔赴战场的 至少说明你是一名合格的Sales 中共铁军是阿里巴巴销售体系的中间力量 也是阿里巴巴早期发展的基础 为阿里巴巴后面的成长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立下了汉马功劳 这支铁军帮助阿里多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也是因为这支铁军养活了淘宝 甚至整个支付宝 成功的孵化了今天世界上最大的电商平台和金融支付平台 从最初的实现盈利一块钱到一百万 再到每天纳税一百万 这支铁军呢 用实际的行动 书写着阿里辉煌的篇章 那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会和大家全面的来分享 阿里巴巴中共铁军 曾经百战不殆的销售秘籍 也希望大家听完节目 能够拥有改变人生的销售思维 如果你现在就是一名销售 也还想成为Top Sales 来找我 如果你现在不是一名销售 但很想成为一名销售 来找我 如果你买东西总被人骗 来找我 如果你生活中总被人下套 来找我 如果你认为自己很优秀 但至今呢找不到男女朋友 来找我 如果你认为自己很优秀 却至今未得到上级的赏识 来找我 如果你最近正处于人生低谷 世界正像你前人那样 远离你 抛弃你 来找我 如果你最近正处于人生高峰 事业有成 财富自由 目中无人 得意忘形 找不到位 来找我 我是李立衡 我是阿里中共铁军议员 我是阿里ASK 销售成长体系创作者 我擅长破坏和重组 把美好的打碎重组 变得更美好 我在节目里 等你 在节目中 我会想到今天 好 优优独播剧地做 我一定会找到你 像我